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派你到项目部 第一个月以后 你要是干不上手 就老老实实回来 接着给我当秘书 陆总 陆平平 我跟你说我跑下来 你怎么迎接我呀 给我滚 什么呀 什么呀 给我滚到项目部 项目部 对 我替你想了一脚 你刚刚做事 太冲动了 动不动就辞职 做你做派 不太行 我替你留下后路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派你到项目部 第一个月以后 你要是干不上手 就老老实实回来 接着给我当秘书 到时候你再给我提辞职 那我叫我饿子 我真让你滚蛋 六个月 六个月 你有什么资格给我讨价还价啊 一个月上手怎么可能 起码四个月 顶多一个半月 我当个中间人 三个月左右 用你什么事 三个月 我觉得还可以 曾总说的我能接受吗 就两个月 你不要跟我得寸仅价 还敢不敢 成交 没有忘记 大老虎居然向你妥行 厉害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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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了 不就是个秘书吗 你再找一个行不行 你闪什么伤啊 你说得容易 柠檬来以前 我换个几个秘书了 这小柠檬做事是靠谱 人也机灵 那指不定去了项目部 还能搞出点什么名号来 那你公司麾下 岂不是有多力员猛将 这些猛将还是你亲手培养出来的 懂什么呀 在我这儿 一个好的秘书 比一个投资总监的价值要大 你要不会劝你就别劝 还有 你刚才帮他说什么话 那包那事 我没跟你算账了 他不要你给我呀 你配吗 他 是陆总把你派到我们二部来了是吧 以后还请邱总多多关照 我是这两天 经常能听到你要转岗的这个传言 没想到是真的 那看来陆总对你还是很惯着的啊 不不不 不是 是 邱总 其实我之前我学的就是金融 开玩笑的 你别紧张 等一下 喂 冯经理 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 可爱你 我好想要好好认识 好 我要好想找你 除了我 我好想想 那 prescribe 好 谢谢 我先提起一下 不讨论 我去讨论 大律 你 你 就可以直接问冯经理就行 谢谢 邱总以后可以叫我 柠檬 我说习惯了 没事没事 那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好 好